欢迎来到二十区学前班中心 我们的中心位置贬立 位于北里奇 Bairage Dyker高地 Dyker Heights 本身赫世的Bensonhurst 和日落公园Sunset Park 的南布鲁克林 Brooklyn地区 在我们二十区幼儿教育总监 戴安·古纳德斯 Dyengunardus的英明领导下 我们的十一个学前班中心 每个都具备了高质量计划 为四岁的孩子和家人提供服务 二十区学前班中心的使命是 确保所有学生接受高质量全面的教育 为将来学校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的校训是二十区 伟大的开端 永无止境 欢迎来到二十区Z067学前班中心 的虚拟之旅 我们中心位于 布鲁克林Brooklyn Dyke高地 Dyke Heights 84街1355号 我们感到非常兴奋 您考虑将您的孩子 在即将到来的学年 来到我们的中心 这是我们为社区中的 学龄前儿童 提供服务的第六年 我们中心通常每年设了七个教室 为了与父母和看顾人进行有效沟通 我们提供了持续的翻译 我们以纽约市教育部翻译部门 以及每个二十区学前班中心翻译人员 保持积极的关系 因为我们位于住宅区 所以我们是我们的中心 为隐藏的宝石 学校安全 当您进入我们的大楼时 我们专业和培育的学校安全代理 将欢迎您 我们的纽约警察局 NYPD学校安全代理 一直在大楼 确保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安全 访客必须出示身份证 并与学校安全代理登陆 这是我们的办公室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副校长 罗伦·纳波利达诺 Loren·纳波利达诺 中心协调员 Diane·以慕贝西 Diane·Imbessi 还有学校助理 米雪尔本息文家 Michelle Bencivenga 他们将欢迎您和您的孩子 以营造信任归属和合作的氛围 我们的学前搬家庭 我们的员工与学校领导者一起团队合作 提供真正的贵属感 我们喜欢将自己视为学前搬家庭 我们的配育教育者 每个班级都有一位经验丰富 并在幼儿教育方面获得认可的老师带领 还分配了一位助教 协助每个教室 教室最多可容纳18名学生 其中包括一名首席老师和一名助教 我们计划的教学团队 致力于创造健康、安全和可遇的环境 使儿童能够成长 我们日程安排反映了儿童参与大组 学习和小组活动的机会 我们的教室环境和日程安排 结合了恰当发展的活动 包括会夜和其余游戏活动组合 我们认识到游戏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 透过动手操作活动和教室不同的中心 可以帮助发展和促进他们各种技能 例如学习、做出选择、社交能力等基础能力 进餐时间是另一种学习机会 孩子可以在家庭式社交环境中尝试各种食物 40分钟的休息时间为幼儿提供了充值机会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婴儿、床或垫子 我们要求父母提供干净的床单和被子 并且床单和被子每周将送回家清洗 我们中心外设有一个安全围栏的操场和游乐场 其中包括固定设备以及降胶垫可确保 儿童参与大体运动锻炼自己的大肌肉时的安全 我们还设有一个活动室 在那里孩子们有高技能、富有创造力的 幼儿音乐和运动老师带领 我们的中心被配了一个厨房 该厨房具有加热器和冰箱 又有执照的学校、饰品人员管理的 每天在教室中提供家庭式早餐和午餐 这促进同伴交互和社交 我们的健康菜单包括新鲜水果和牛奶 如果孩子的饮食或过敏反应受到限制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与父母合作 要了解有关纽约市、学校、饰品计划更多信息 请访此网页 这是每日时间表样本 当您查看时请注意 一天的划分包括先前讨论过的课 以及孩子们参与的丰富活动 我们提供大组、小组和个人指导的结合 以及活跃、嘈杂和安静活动之间的平衡 我们相信培养整个孩子 包括体能、智力、情感和社会发展 我们的中心拥有训练有素 且有执照的学校护士 并设有办公室 改办公室自立于确保为 学生提供最高水平专业的医疗保健和健康服务 这是由纽约州法律、纽约市卫生法规和 纽约市教育部校长条例确定的卫生服务 根据公立学校的健康规定 所有纽约市教育局计划的学生 都必须具有最新的体格检查 以及最新的免疫记录 像每一所纽约市教育局学校一样 我们欢迎并支持有特殊需要的儿童 虽然我们的中心没有特殊教育教室 但我们与家人和学前特殊教育委员会合作 按照您孩子的个性化教育计划提供支持 请让我们知道您的孩子是否曾经接受过 苹果和或接受任何特殊服务 例如特殊教育寻回教师 言语、治业疗法或物理疗法 或者您或您的儿科医生对您孩子的成长和能力 有任何担忧 我们在此为您的孩子提供支持和提倡 我们认识到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和终身老师 我们鼓励父母参与活动 使父母和照顾者有机会在孩子的教室内建立联系 并建立支持孩子学习和发展的技能 这种合作还为家庭提供了参与多元文化活动的机会 我们学校还提供有关父母感兴趣的讲座 我们的家长协调员卡密尔·卡密尔 轮流安排在我们的11个中心 父母也可以在每个上课日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与他交流 我们邀请所有家庭加入我们的家长 咨询委员会英语叫PACPAC PAC每月开会一次 这位家庭提供了一个机会 作为合作伙伴、领导者和倡导者 积极参与孩子们的学前体验 所有二十区学前中心都按照纽约市教育部学前教育课程 这一课程使我们的小学习者可以加深对自己以及周围世界的基本了解 主题的一致性使我们的老师有机会帮助孩子成为批判性思想家 同时培养重要技能 其中有目的性和创造性的游戏 阅读、同伴互动和父母参与 帮助我们的孩子获得最大的利益 我们的课程包括 欢迎来到学前班 我的五种感官 关于我们的一切 我们居住的地方 交通、光、水、植物、婴儿和改造 我们的教室宽敞 每天都有专门的保管人进行清洁和消毒 所有教室都被配了丰富的教材 并分为多个中心 继母建筑中心、戏剧中心、艺术中心、科学中心、感官中心、数学中心、图书中心、安静角落、写字和音乐中心 在Z067中心 私人学生浴室位于教室内 全天为学生使用 根据需要 我们监督和支持每位学生 我们鼓励家人为学生提供一件或多件衣服 以防您的孩子弄脏并需要换衣服 运动课在宽敞、光性充足 且通风良好的运动室中进行 并由一名幼儿运动老师带领 我们还使用我们户外游乐场 帮助学生发展他们的肌肉 这计划通过各种创造性的运动活动 都帮助孩子们的协调与平衡 鼓励儿童以创造性的方式回应音乐和节奏 这带给他们丰富的经验 并帮助他们学习运动可以传达行动和思想 也有助于发展他们的听力、能力和社交能力 我们的学生对音乐充满热情 期待去运动课 我们为学生提供最先进的Steam计划而感到自豪 Steam拼为STEAM 代表着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的结合 在我们中心,这项丰富计划由学区选一名模仿幼儿老师领导 我们的Z067Steam计划在布鲁克林新闻12上得到了强调 我们鼓励孩子在Steam教室中设置的挑战性活动 提出问题、进行检查、试验、探索和发现 我们将这个角度用于Z067所有学习活动 我们的目标是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运用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承担风险的能力 同时培养好奇心和积极合作学习者的协作能力 我们坚信这为将来学校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我们通过内视旅行提供了强化的教育计划 这些旅行是有组织的且无家庭费用的 这些与博物馆、农场、动物园、文化中心和社区帮助者的合作 使我们的学习单元丰富 帮助我们的学生加深了对学习的理解和兴奋 我们坚信早期阅读再培养学生 在学校和生活中取得成功方面 还起着关键作用 在课堂上其中重要而有趣的活动 指教师互动的讲故事时间 我们鼓励父母每天给孩子浪读 为了使这种习惯成为惯例 我们的中心提供了一个借阅图书馆 孩子们可以每天在这里选择和归还书籍 我们的借阅图书馆采用荣誉制度运作 孩子们可以学习借书和看书的价值 由于书籍是按、类别、分类的 因此儿童有机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籍 归还书籍也成为重要的学习机会 给年幼的孩子读书有很多好处 它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 有助于语言和听力技能的发展 进取其力 感谢您对我们的中心的关注 以及参与我们的虚拟之旅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 请随时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 请您到我们的网站或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 跟随我们 填写您的申请表格时 请使用我们的城市号码 20z067 20z067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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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